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是非常令人憤怒的 憤怒的其實有幾點 首先第一就是 2012、2013 根據曾俊華說 他已經作出最審慎的估計 最審慎的情況是怎樣呢 經濟增長1% 另外還有3%多的通脹 加上4%多 原理上這個數目會反映在政府收入入 2011、2012實際上的數目是怎樣呢 政府的支出是3,600多億 現在估計的收入是4,300多億 但是我估計是不止的 到結尾是4,500億 是4,500億收入 在明年的經濟增長1% 通脹3%多之後 現在政府估計明年的收入是3,900億 比今年少了600億 這個很明顯是一條假數 即是其實是隱藏了明年如無意外 又是隱藏了一千幾百萬的盈餘在裡面 好了 第二,我們看看 去年那條數 結果的支出是3,600多億 這3,600多億 已經包括了全民退360億 其他各種寬減措施 那今年的支出數 是3,900億 結果一定沒有3,900億 這是政府的慣例 到時可能3,700多億 即是差不多 好了,我們看看這條數 和去年那條數的分別在哪裡 第一,那些主張說 即是長期規劃的人 我給大家看看 教育那條數 其實是增加7、8% 教育的錢 你不是說要花費就行 15年這個 15年強制教育 其實那些錢就在了 差很少錢的 問題就是 政府要不要規管幼稚園的問題 更多行政的問題 instead of 錢的問題 醫院方面 根本就有一個bottlenet 在醫生和護士身上 如果醫護人員不增加的話 增加醫療費用都是沒有用的 好了,長期退保計劃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爭議性的項目 就是說,由彭定康那時候建議過 都被七十幾個經濟學家聯名推翻了 那時候香港社 那些細節一攤出來就很大爭議 你可以爭取20年都不會存在 那這些事情 政府就是在一個經常性開支 政府是不會容許它的增長 是超過GDP的增長 所以你們所講的 所有的長期性的規劃 都是不會存在的 那些錢在哪裏呢 第一,就是荒謬絕倫的 去年是四百多億的基建 今年是增加六百多億 接下來兩年都要七百多億 那就是說 我們每年半就多建一個 以前赤立國的新機場 那就是三、四年內 已經花了二、三千億 然後亂地塞錢進去這個基金 那個基金裡 其實就收起來了 等於那些女人收錢 收起來在那些物件裡 其實是不會用的 譬如前幾年 大家那時候說要改善醫療 就放了五百億在醫療供款基金裡 是沒有用的 這個電影的基金 也是兩、三億用了一千多萬 這些東西 同樣放在薩瑪利亞會的那個 其實也是如此的 其實是 到時候他訂了很多 criteria出來 那一百億 是令你很難拿到的藥 終於是撕三十年也撕不完 這些將錢調入基金裡 是一種收錢的方法 真正的 這些東西 政府其實已經多錢到 是亂用的地步 二萬五千億儲備是一個罪行 為什麼分錢的最高原則是怎樣 一個政府固然財政上是穩健 是不能夠有太多的儲備 太多的儲備就是什麼 因為政府永遠有一個後備 它可以貸款 全世界的政府都欠人錢 你不借錢的政府 已經是一個非常穩健的政府 你就不要拿希臘那些欠 希臘那條數就等於香港是零 一毛錢都沒有儲備 然後再欠 應該欠四五萬億的外債 就是這樣的情況 不會由香港現在有二萬五千億的儲備 跳去給希臘一個欠幾萬億的地方 我們是要 因為那些錢 如果政府拿著這麼多儲備 為什麼呢?它根本是一個罪行 因為那些錢 是in one way or the other 都是來自人民的 那些錢呢 政府拿了那些錢之後 那些人民就表示那些人民沒有那些錢 沒有那些錢 而那些錢在政府手上 它是不知道怎樣去運用的 運用出來是絕對沒有效率的 你需要它做的事情 大家有爭議做不到的 現在要做的事情都說出來 另外就是anyway 那二萬五千億 就有一萬億不能動的 根據這個 heritage foundation 那些權威 這個basis of money不能動 其他那一萬五千億 都是可以動的 好了 那一萬五千億動完之後 其實香港都是零負債的 好了 這一萬五千億 就夠香港四五年 是零收入之下 當你集中了這麼多錢 政府手上 政府只可以拿來 買美國國庫債券 用三厘多的錢 借給美國 如果在人民身上 這些錢呢 平均每年的收入 因為人民 他自己知道自己喜歡做什麼 政府是要把收多了的錢 還給人 因為在人民手上 他就會有百分之十幾的return 因為人民多了很多選擇 你多了那些錢 你可以來結婚 兩個住在一起省錢 你可以去讀書 你可以用來做生意 這些是政府不可以做到的事情 以經濟學來說 錢放在政府上 是一個無效率的行為 而是一個犯罪的行為 是對人民誤注的行為 好了,再說回今年 令人最憤怒的事情就是這樣 我想,第一,無端端就是取消了 今年不收商業登記費 商業登記費不是收太多錢 政府只是收回皮費回來 就是幫你登記的商業 凡是這些,登記等等 政府應該收回皮費回來 而不是完全不收錢 去鼓勵別人亂登記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很有趣 是去寬免利得稅 這件事大家猜不到 這是用來哄公司 每間公司可以寬減75% 或者1萬2千元 這樣就去了十幾億 大部分香港的利得稅都是上市公司給的 每間公司多了1萬多元 但有很多不是的,有很多小的公司 都報少少盈利,那些就有利益 這些包括了很多公司 例如那些律師、醫生 正在開公司來經營的業務 他們也有1萬2千元 這個 最大的問題 兩條最大的數是甚麼呢 一條叫做 退身諷稅 退身諷稅是1萬2千元 就是75% 這是頂來的 有些人說 今次的財政預算是對中產傾斜 對不起,這不是對中產傾斜 這是對有錢的人傾斜 大部分的中產都是留在外面的 因為如果你要 拿足這1萬2千元的 1萬2千元的 這裏全香港只有27萬人 只有27萬人是可以拿足的 香港的平均收入是多少呢 中位數就是1萬6元 如果你賺1萬6元,這個寬減是沒有的 因為你根本是稅網外面 在稅網內的150萬人 120多萬人 尤其是頭的100萬人 都是納2-3千元稅 他的寬減是1-2千元 那就是第二 更加不能夠容忍的 就是我不是很明白 為什麼今年是可以免了 搞到九成人不用立差響 每一間屋是 寬免2千5百元 那就是一季,一年是1萬 我們不要找一些極端的例子來看看 譬如說 這些反對派錢的人的處境是怎樣 譬如余若薇 他一家人報稅 起碼首先拿了1萬2元寬免 他就齊了 他起碼有兩三間屋 這裏也是三幾萬 然後他可能有一間公司來經營 他老公的醫生業務 或者他的律師業務 那裏每間公司也有1萬2元 然後電費 他有幾間屋也有幾千元 這些人加起來 是一個很正確的人 加起來也有七、八萬 譬如說容祖宜 八屋一鋪 他加起來 他整條數是十幾萬 我很多朋友 收租的那些是過百間屋的 那些是一百萬 現在那個種票王 是有一千間屋 這樣就有千萬 在今年的寬免裏面 而這些數是去不到窮人的 就算你有家裡 你那間屋 都需要大概有一千萬的市值 你才拿足這一萬元 你拿那些便宜的那些 那些幾十萬的那些 其實寬免是很小的 其實是 我是不是很明白 這個政府拿錢出來 退給人 為何這些有錢的人 可以有這麼多錢 而那些在住在龍屋 住在劏房 或者去撿紙皮的阿婆 是沒有 是完全沒有 因為那些人又沒有忠援 如果那些人又沒有忠援 又不是住公屋的話 是完全沒有 如果有住公屋的那些 就有兩三千的 都是 都是跟這些人的收入 是差很遠的 如果忠援那些 多個月 那些又是三幾千 現在這些人 現在那些錢是數以萬計 去給那些最有錢的人 這樣做的效果 就只有一個 就是那個after tax的財富 懸殊 是更加嚴重了 因為他這樣做法 我就不知道 就是這樣 是怎樣能夠解得通 有些人說 他們沒有拿錢出來 那就不可以分 不是的 你看看分的是什麼錢 誰說要退新縫稅才可以的 新縫稅只是佔四百多億 佔我們總收入的十幾個巴仙 今年到現在 賣地已經八百多億 還有賣地的印花稅又幾百億 那這條土地的數是最大的 現在還有些地拍賣的是過百億 結果土地的數是千四五億 那為什麼不是退地的錢 烏陷村的人暴動 因為那些地賣了沒有錢 分給居民 香港的地賣了 政府多了很多錢 為什麼不可以分給全體香港居民 只有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是所有最貧窮的人 中援那些有一點好處 駐工有一點好處 但是剛剛Above這件事 是完全沒有好處的 在這一次 政府的錢根本是撿回來的 去年的預算是有幾十億赤字 結果是八百億盈餘 應該當錢是沒有的 不是,你又儲起它 又繼續滾下去,繼續去賣美國債券 明年有幾百億 然後再多給錢 就重大你的打壓 不停去搞這些無謂的基建 在接下來的三、四年 就搞到三、四千億基建 然後很多政府用了幾百億一個 幾百億一個 就是建了地鐵去送給地鐵 政府出錢來建完 然後送給地鐵去賺錢 就是這樣 就是我覺得 這一套這樣的預算 是連最起碼的社會公義都沒有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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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